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Ruby I'm going to show my thoughts about功夫panda1 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上完披薩课程的心得 我们欣赏的影片是功夫熊猫衣 这部电影的角色有很多 有功夫大师,他的个子小,容易心软,很开朗 阿波,圆圆胖胖,坚持努力,很爱吃 猴王,手脚敏捷,尾巴很有力 快堂狼,前脚有力,会针灸 凌鹤,戴着帽子,非常很有技巧 汉娇虎,功夫了得,很贴心,只能图报 翘小龙,会在美别人,身体柔软 魏大仙,很有智慧 残暴,功夫很厉害,却旺温富裔,野心大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角色和我类似的是汉娇虎 因为我会愿意为了重要的人做事 也很看重朋友 我觉得我的母亲很像龟大仙 因为他总能适时地给我们帮助 我赞成阿波的爸爸隐瞒阿波不是他亲生的事实 因为就算说了也不能改变事实 与其死两人心中有所不愉快 还不如维持现状 我认为阿波在他爸爸的面殿打工并不开心 因为虽然能和他的父亲一起卖面 却无法实现他想成为神龙大侠的梦想 所以他不开心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分成四段 第一段在说阿波被选为神龙大侠 第二段在说虽然大家排斥阿波 但他仍努力练习 第三段在说大师教导阿波练功 第四段在说阿波了解密集真正的意义 并打败残暴 我觉得这部电影要传达的意念是 天下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因为就算只是一只平凡的熊猫 经过努力也可以变成厉害的神龙大侠 所以让我知道在做事的时候 要坚持到底不要轻易放弃 看完我的分享请一定要帮我按赞 感谢观看